現在怎麼看這次的殺警案 也引發大家討論針對這個外疫間放寬的標準 因為現在國民黨就質疑說是在陳菊的協調之下 所以才在八十一天火速完成 但是民進黨質疑說明明在國民黨2014年的時候才推動輸發 唉這種事情喔 剛剛說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一直是 反正是這樣啦 國民黨怪民進黨 民進黨怪國民黨 我倒覺得這樣啦 我是比較接近那種比較科學的來評論 這典型的瑞士輸落理論 這很多環節都出錯 最後才出現這個局面 那其實也不是單一因素去造成全部的問題 所以我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罵一罵去以後 什麼都沒有解決 知名時 combien G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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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